看这个地方多热闹 你是转移买点大伙子一点肉都没吃 不敢买的 很热闹呀 你卖一下 是吧 十七万三 这又一个 对 十八零两口 嫌太小了 哪里七万元 十万元 十万元 四万元 十块钱 这是六块 这都是你哄抢 因为这鱼都很新鲜 船就停在海里面 来了以后拖到 用拖船拖到这路边上 直接就在这边卖了 那小虾是10元 那样的待遇13块钱2斤 15块7 多个王 两份的王 15块7 看他们都提了好多海鲜 在这边不吃肉 光吃海鲜都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海鲜就不像其他的东西一样能放 你打上来以后就要快速的把它卖掉 离得水它就很快就没办法存活了 没办法保鲜是吧 看看这就是拖船的 应该是到那个 我们去看看 应该是到海里面拖那个渔船去了 拖上了渔船 又可以有海鲜在路边上卖了 看那边也是 它拖上来像这种渔船呢 拖上来以后啊 就直接性的在这路边上就卖了 那边 它这种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大型的大渔船跑深海的 它就是这种小型船呢 在这个前海附近打的鱼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现在在山东 渔海的乳山 海滩这里 这边是大海 今天呢 还有点暖和 然后我们去看看人家这个渔船怎么上岸的 我要走快一点 晚了应该就看不到了 这个地方每天上午有很多的那种小渔船 来来往往的 应该是他们老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是八点多嘛 就回来了 看那个拖拉机直接它开到海里面去 然后小船呢 就 呀 现在浪很大 潮也很大 整个都把沙滩淹没了 看 拖拉机往海里面倒车呢 海边几乎没人 现在我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大海 看后面的那个船 直接上来以后 就开到它那个 看到拖拉机上 看这个海浪很大 把拖拉机冲到都来回的摇晃啊 看看 哎呀 一浪接一浪 哎呀 看那个船慢慢的靠近靠近 直接开到它那个拖车上了 挂个绳 直接拉的就走了 捡了一个小海螺 这上面就是装的有一些它出去的收获 回来了 看看 这种场面很少见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